这次台湾大选 貌似过气的马英九 突然因为接受了德国之声的访问 而又占到了聚光灯下 而且是非议颇多 我这个节目一般不会评说人物的当下 当下由将来去评说 我说过去 其实呢 过去实际上也连着当下 这次台湾大选 马上就要正式投票了 政党轮替是很多选民的诉求 也可以理解 正像有人说的 质量再好的内裤 如果长时间不换洗的话 也会散发出难闻的味道 不过马英九这位前总统 早是已经被换下来的内裤了 味道很多人还记得 马英九是国民党的一个重要人物 曾经他光鲜无比 曾经他伤痕累累 说实话 在政治人物中 还很少像马英九这样过 坐过山车的 也许我说的不对 不是过山车 因为过山车会时上时下 马英九更像是滑翔伞 登上了高处 一路下滑 我有不少台湾朋友 对于马英九的评价 开始还是有不少人鼓掌叫好 甚至有不少女性成为他的忠实粉丝 以和他握手和拥抱为幸福 但是后来就很少听到对这位帅哥总统的赞扬了 听到的最多的是他的不满 对他的不满和怨气 甚至是恨意 就算是他的铁杆支持者 也往往是露出哀奇不争的感觉 有朋友告诉我 退出政坛的马英九闲得很 没有人请他参加活动 甚至没有人请他去吃饭 这次他接受采访以后 按照我现在听到的说法 好像很多人甚至连他的 请他去国民党的肇事现场去站台 都很少有人请了 那么到底怎么看马英九 这是个冷饭了 但是我觉得冷饭也值得炒一炒 说实话炒饭师傅主要是他自己 马英九73岁了 从外貌看 很难把他跟古希两个字连在一起 因为他还是资深帅哥 当然不能画当年了 2008年他就任台湾总统时 还是风流倜傥的小马哥 在这个工作岗位上熬过了八年 熬出了一对深深下垂的眼袋 小马哥熬成了老马哥 可惜的是老马没有试图 按说呢 马英九应该是一个有文化底蕴 果断感为的人 他祖籍湖南 原祖是陕西浮风 陕西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 而湖南人号称是南方人中的北方人 就是有北方人的豪爽和勇武 也有人说 湖南人是骡子脾气 认死理 马英九有没有继承陕西的文化底蕴 不得而知 但是他显然没有湖南人那股劲头 马英九早年在美国读书 踏入政坛很早 而且顺风顺水 第一份差事就是给蒋经国当翻译 从此是一马平川 当了台北市长 两度当了国民党主席 两次当选总统 马英九长得帅 在美国留过学 在台湾的最高领袖身边工作过 有一个和睦的家庭 似乎所有的阳光都洒在他的身上 2008年 马英九率领国民党大胜民进党 他也坐上了总统的位子 2012年 他连选连任 赢得的票数虽然没有四年前那么多 但是也有八十多万票 那个时候 民进党似乎已经被打翻在地 爬不起来了 很难想到仅仅四年以后 2016年 台湾岛的蓝天就变成了绿地 马英九要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呢 每当要批评马英九的时候 我都有恻隐之心 因为他还是一个有信仰的人 他每天上午进入办公楼 上班第一件事 是先向厂厅的孙中山同向行礼 并回想孙中山的一生置业 他说孙中山先生临终时所说 和平奋斗救中国 他一直记在心上 他也算得上是一个清廉的人 不结党不贪腐 甚至得到了一个不沾锅的绰号 他没有丑闻 没有绯闻 勤勉工作 我这么一说 倒好像是描绘一个道德楷模了 当然 现在就道德楷模这一点来说 台湾也有不少人不赞同 他们能够找出马英九的种种不检点之处 但是因为没有准确的事实依托 我不采信 其次作为一个政府领导人 第一要求的也不是做一个道德楷模 只不过很多人在系数对马英九的种种不满时 常常忘记了他也做过很多好事 马英九是有很多事情做错了 从他的性格和知识结构来看 距离一个合格的总统 还有很大的距离 我不想再仔仔细细的揭开 每一道伤疤来看一下 或者再撒上一把盐 我只想简要的做个梳理 首先呢 是他没有把党内整顿好 他是靠国民党的力量 把他推上去的 但是过于清高的性格害了他 他表示说要当全民总统 不再代表一党一派 他主动的和国民党保持了距离 为了保持自己的公正无私 他取消了经公教的离退休人员的年终慰问金 这个军公教是他的基本盘 其实直接让那些用选票 把他送上去的人蒙受了经济上的损失 更要紧的是让他们心寒 军公教 这个基本盘 被马英九自己挖了墙角 墙角挖了 基础也没有注意打牢 国民党继续不接地气 脱离底层 也没有注意在年轻一代中 培养人才 上层没有稳住 马英九和老牌政客 王金平从貌合神离 到貌不合神又离 全台湾都知道 他们成了对头 马英九是一个没有朋友的总统 王金平是一个没有敌人的院长 于是马英九总是处于下风 把墙角挖了又不去打牢基础 还把屋顶掀开了一角 国民党能不风雨飘摇吗 乌漏偏欲连英雨 在准备大选的时候 国民党迟迟没有人挺身而出 最后洪秀柱接了这一棒 但是这根柱子没有那么坚强 正当他摩拳擦掌的准备大战的时候 他的战友们却在他身后 把他搅了线 莫名其妙的让朱立伦 替下了洪秀柱 要想挽回颓势 不是换人可以解决的 反而更加使蓝营的晕顿们 感到了心凉 这些年我常去台湾 但是和国民党接触的不多 因为我觉得国台办和国民党的关系很密切了 用不着我这样的平头百姓去多掺和 但是远远的旁观 我觉得国民党构得上一个成语 叫击中难返 其次马英九没有把台湾经济发展的好处 让广大的台湾人民得到 在马英九执政的期间 特别是他第一个阶段 台湾的经济发展还是不错的 但是这些好处绝大多数 没有让台湾的底层劳动者得到 因此他们就不会对马政府有坚定的支持 2014年太阳花运动的重要原因 是大学生看不到前途 而且政府没有很细致很全面的 向各个阶层来解读有关服貌的政策 致使反对的声音越来越大 太阳花的时候 我正好在台北 我到现场去看 看到了学生们的慷慨激昂 正是太阳花运动对马政府形成了强大的压力 随之而来的九合一大选中的国民党惨败 也为2016年大选种下了失败的种子 马英九第二个任期还连续发生了食品安全风波 直接冲击了普通百姓对日常生活的安全感 油电双掌和核四事件也同样重创马总统和国民党的威望 这些都是雪上加霜的事情 关于油电双掌和核四 台湾人都知道 不了解的人查一查资料就肯定就知道了 第三个原因是马英九的能力和性格弱点 作为一个领导者 没有远见是致命的弱点 马英九在这方面恰恰是个短板 选举政治中 一般选民关注候选人 有没有劣迹远远超过 远没有远见 这样没有劣迹的马英九高票当选了 直到他发现远见不够的时候 已经晚了 他没有随时把握民意的变化 随着两岸交流的深度和广度的迅速扩大 经济依存度也越来越高 而两岸交流的经济成果 没有做到全岛分享 于是民众产生了不满 也有焦虑感和不安全感 多年以来 维持现状一直是台湾社会的最大公约数 按照马英九的说法就是三步 不读不捅不武 但是两岸日益紧密的走到一起 令选民的疑虑增加 很多人想是否过度依赖大陆了 而依赖大陆的好处在哪里 是否改变现状 应该说这是正常的心理变化 需要两岸以最大的善意和耐心 共同解决 就马英九而言 他没有审时多事的随时做出调整 致使太阳花巡速运动给了他重重一击 马英九还有一个错误 就是没有在上任以后 利用自己的高知识力 立即调整教育思路 修改教科书 结果有台独意识的教科书 仍然使用 一方面 马英九在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 只是希望各自表述 另一方面 在这样的教科书的教育下 成长起来的一代代人 却成为他理念的反对者 他却浑然不知 不管他当时的想法是不是不接地气 但是他的做法却显示出了 他的执行力是远远不够的 马英九的肩膀也不够硬实 不敢担当 几乎成了大家对他的共识 在很多大世代妃面前 马英九总是露出自己的软弱的一面 常常闪烁其词 手鼠两端 或者干脆推翻自己 被岛内民众觉得 总统似乎是一个软弱无能的人 也导致某些本该轻松化解的事 酿成难以收拾的恶果 他也缺乏明显的鲜明的主张 甚至根本就没有自己的主张 一切总是看别人的眼色 或者所谓的民意形势 而往往一次次错办形势 或者是判断失误 例如太原花运动时 他就没有果断的做出决定 致使学生的怨气和社会的怨气 无缝对接在了一起 我还听说了一个小故事 马英九曾经是保调运动的积极参加者 作为领导抗日的政党的后代 在纪念抗日战争70周年的时候 或者是他命令 起码是他批准国民党军队的飞机上 喷上了二战时陈纳德率领的 飞虎队的标志 引起了日本的抗议 按说不用做这样小儿科的事情 但是在庆祝抗战胜利70周年的时候 做也就是做了 但是日本人一抗议 他就命令把这些喷汇都除去了 事情虽然小 却很典型 小马哥虽然长相俊朗 举止闻名 笑容可居 但是接触起来就知道 他的情伤是不高的 他的一位老同学告诉我 哪怕是同学聚会 当有人说我要给你提点建议 他也会马上掏出个小本来 认真的记录 认真他是认真了 情感却没有了 岛内民众都知道 马英九是一个没有朋友的人 原因就在于 他太想做一个没有敌人的人 所以他希望当全民总统 所以他追求一碗水端平 也许在理论上他是对的 但是在实际上这是做不到的 即便是在某些事情某些时间段可以做到 也需要极高的智慧和足以取得支持的情商 遗憾的是马英九两者都是缺少的 2016年台湾大选 两件小事足以说明马英九的情商 蔡英文获胜以后 马英九寻惯例 向蔡英文电话祝贺 第一句是祝贺 第二句马上说 请蔡主席研究多党组阁的问题 蔡英文愣住了 他周围听电话的人也都面面相去 因为这话此刻说是不合时宜的 国民党失败以后 行政院长毛治国立刻请辞 马英九这边想让蔡英文立刻组阁 那边就挽留毛来留任 但是毛治国在匆匆的和行政院同僚 拍完毕业照以后就不再露面了 而且放出话来说要一直请假到辞职被批准 这是院长给总统撂挑子了 马英九不得已雇毛炉 登门去喂留 结果在毛宅吃了闭门羹 等了五分钟没有见到人扫兴而归 这件事被台湾媒体渲染成为 马英九没有人员的一个范例 但是我还是想说说马英九的好 其实马英九没有给国民党抹黑 因为他的正人君子形象 是很多人修炼不出来的 就说前面他的缺点错误 很多时候动机还是好的 比如说想在总统任上 尽量减少自己的党派色彩 例如想最大限度的 听取民众和同僚的意见 也有很多时候是因为掣肘太多 有的来自反对党 有的来自同僚 即使是这样 也不是简单的四个字 乏善可尘 可以概括他的从政生涯的 马英九当台北市长的时候 还是有不少政绩工程的 不然他也不可能高票当选总统 在他的任内台北捷运六条路线 完工通车 每日载客量成长6.3倍 道路方面完成接连浮高三甲和市区的信义快速道路 以及复兴北路车型地下道 为台湾的运营中机场跑道地下进行施工的首例 此外还有环东大道的通车 南京东路正汽桥的改建 以及在万华车站 铁路地下化以后 和华翠大桥 并整建基隆河百灵桥 承德桥等六座桥梁 桥梁 进行照明美化与景观改善工程等等 担任总统以后 他的主要功绩表现在两岸关系上 这也是他最近还在引以为好的地方 其实功劳不是那么个算法 因为国际形势和两岸形势都是有了变化的 实现两岸三通 方便了人民的来往 扩大两岸经济交流 增进了两岸经贸交流 保持了两岸间的基本和平 可以这样说 马英九执政期间 是两岸之间关系最和谐的时间 大陆方面也表现出了最大的善意 每年双方有近一千万人次的往来 双方贸易更高达一千三百亿美元 超过当时美国和日本对台贸易的总和 顺差高达四百多亿美元 经济上也不是一团糟 虽然马英九一上台就遭遇了全球金融危机 未能够实现竞选的承诺 但是台湾仍然维持着发展水平 没有倒退 不仅如此 马英九执政期间 犯罪率下降了40% 对台湾免签国家也大幅增加 总体而言 国民党再度执政以后 表现还是过得去的 尤其值得说的是 在马英九的努力和大陆的谅解之下 在马英九就要离开总统府的时候 最终达成了两岸领导人的洗马会 2015年11月7日下午3点 习近平马英九在新加坡举行洗马会 他们同时步入会间大厅 在数百名中外媒体记者的瞩目之下 在响成一片的快门声中 两岸领导人的手紧紧的握在一起 共同翻开两岸关系历史经的一页 这一刻也将载入两岸的关系史册 马英九在这次会见中提出了五点主张 一是巩固两岸共识 维持和平现状 二是降低敌对状态 和平处理争端 三是扩大两岸交流 增进互利共赢 四是设置两岸热线 处理极要问题 希望今后能够在中国国大办 和台湾陆委会的首长之间设立热线 五是两岸共同合作 致力振兴中华 这些固然重要 但是我认为这次会见的象征意义 远大于实质意义 就是两岸的最高领导人 第一次握手 这也为今后的两岸交流创造了先例 这是开先河的创举 简单总结 可以说马英九是一个有功有过的人 历史是不会清理下结论的 要真正全面客观的判断一个政治人物 也许要经过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时光沉淀 那个时候也许功劳成为错误 错误成为功劳 历史的奇妙令人是难以揣摩的 就像上世纪中叶国共合作 国共斗争把蒋介石赶到了台湾 当时是留下了遗憾 但是今天看 为中华民族留下了这样一个在不同体制和制度下发展的领土 也许还是国家和民族的福祉 马英九的名字是根据上尊大人英才祭起的祖谱而来的 取名九字则是希望能够以九思立身 意思就是 世思明 听思冲 色思温 茂思功 言思中 世思静 疑思问 愤思难 见得思意 另外希望身体如久如般健康之意 就是说如山如步 如刚如灵 如山之方志 如月之横 如日之生 如南山之寿 如松柏之茂 从名字的寓意上来看 也许这是要的太多了 要的太多 结果就可能得到的不多 总结一下 马英九到底是 有功有错有罪到底是好人 庸人坏人 说或许是还没有结论 也许结论越来越接近了 但是悲哀的是和他自己的诉求似乎是越来越远了 还是那句话 要的太多 结果是得到的不多 好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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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